刘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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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很有随人性的 他在我心里 那个家庭毕业实业 还重要的人 有时候还有特别照顾人 有时候偶尔就是浪漫吧 他把那个老站那边的 很好的工作岗位也不要了 跟着我来成都 他一个人在这边 接受那些挫折呀那些失败 我是挺佩服他的 能熬到今天这么一个日子 they got married on August 8th 2018 in Engzhar 8 is a lucky number for Chinese 我一直在上学 就是本科一毕业 就是上了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了以后 就是直接上了硕不联读 我喜欢就是上班 就是学习的那个环境 所以我就想 我不能在家里待着 去那个朋友聚会的时候 他们都有说那个孩子事情 我们没有孩子嘛 刚开始有点生气 但是他刚刚毕业的嘛 我们还年轻 我比较不赞同 就是女生要找个工作 然后找个人结婚那样的 以后生也可以的 对对我要实现我自己的价值 主要目的不是营业 主要是给学生提供一个旧散环境 提供我们新疆的美食文化 传业跟学历没关系的 人家这活着做一个对时会有贡献的事就可以了 我觉得我也不算成功的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干奋斗干吃苦 可能有好日子过 传业必须有很强的医治 来 同学 棉好了 我老站那边的好多年轻人 推发的是一种奋斗的精神 他们觉得还是挣钱挣小挣多 就老家带着老家好一些 我觉得年轻人嘛 就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过来大城市看看他们的发现 对他们有好处的 科研把全部都吃光 装盘子 这样的话我觉得有一种秤重感 我每天去餐厅看第一件事 他们那个抽筒盘子有没有生态 你相信没有更多的新疆人 回来到租资的城市来打工啊 或者去生活吗 别看人 主要是他们远的远远 现在时间长得起来 这些城市保障时间很强 不管你从哪里来 他们对你来的态度是一样的 在这个城都没感觉到 我自己是一个他常人 一般平时多少工人在这干活 这里白天六个 晚上六个 这个是我们烤烤肉的地方 这个羊是从新疆空运过来的 保证原汁原味的 每天需要多少容量 每天两个羊是羊 新疆做烤车 只要那个调料就要放那个盐巴和自然 烤的时候把羊 两边又敲一下 烤到上面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有时候早上五六点也有人 如果要开一个店能够开下去的话 还是要有一点本数是吧 对对对 先把老婆的爱人的工作稳定了 然后我们离他工作的近一点地方买一条 然后就是买一个车子 就这些问题我们以后一起评 找到工作了以后 我再考虑孩子问题 只要能吃过能分导 就肯定有实现的 之后 After speaking to us Gulenberg Erken went for a job interview For this woman from Xinjiang Chengdu is now home And we'll see you next time